到sample paper 的第17題了 現在我們有一次的火山爆發 原來在各自 model A 和 model B 裡面 有不同的 formula 而從而就會有不同的強度出來 原來在這次爆炸裡面 我們在 model B 的話 強度會是 6.4 問回我們如果放在 model A 的時候會是多少 那也不難 N 既然是強度的話 我們會有6.4 應該是等於 log 2 比 8 所以憑借著這個顏色 我們應該會找到爆炸的能量是多少 所以我們會有 8 的 6.4 次是等於 2 如果這個是那個能量的話 我們會加進 model A 的時候 然後呢 我們就會有 log 即是我們 M 的強度 就會是 log 8 的 6.4 次 base 4 這樣 OK 這樣就會是這個 6.4 log 8 base 4 這樣 然後呢 我們憑借著這個數 這個數如果你不會計算的話 實際上來說 它其實是這個 6.4 log 4 那 8 其實是 4 的 3 over 2 次來的 其實這個你按機都按不到的 所以不需要特意說 我想不到這個化減 不要緊的 你都會用計算機按不到的 所以就是 6.4 乘以 3 over 2 然後就是 log 4 base 4 但 log 4 base 4 是 1 所以答案呢 就會是 6.4 乘以 3 over 2 那也就是多少呢 6.4 乘以 3 over 2 那就會是 9.6 OK 9.6 那它這個是強度 所以都沒有單位 就是這樣 那整個模子就是 你最主要用 log 的 property 那些 operation 的 rules 那你就會做到的了 那些效果 那些效果 是可以做的 那些效果 在於這個效果 到一個效果